我妈死于胃癌,走的时候很年轻,才57岁不到。 时光飞逝,我妈已去世三年了,而下个月,我爸就要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 我站在我妈的坟前,特意将这个消息告知于她。 她若权下有知,应该会开心吧? 因为我爸和那个女人的结合,是我妈临终前的遗愿。 那个女人叫王珍化名,我叫她珍姨,她之前是我家的保姆。 若不是我妈临终前亲口告诉我,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爸和珍姨之间藏着一段旧情。 这个珍姨竟然是我爸的初恋女友。 我爸是工程师,我妈是高中教师,而珍姨是一个农村妇女, 她们之间究竟有何渊源和纠葛呢? 一切就从我妈生病后说起吧。 我妈从学校退休后,本以为从此可以放松心情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可事事难料,厄运降在了我妈的头上。 那是一个多雨的夏天,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我爸的电话,说我妈的病例报告出来了,让我下班后赶紧去医院。 我妈平日里肠胃不好,尤其是退休后这一两年,老是胃痛。 我爸方才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心里顿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我妈这次可能病得很严重。 我心中慌乱已无心工作,跟领导请了个假就急冲冲地赶往医院,一路上忐忑不安。 来到医院走进病房后,只见我妈躺在靠窗的病床上睡着了,我爸坐在旁边低垂着脑袋钉着手里的报告单发呆。 我走上前轻轻唤了一声,爸。 我爸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红红地将手里的报告单全部交给了我,沉声道,你自己看吧。 我接过那些报告单仔细一看,心口砰砰直跳,双手也跟着颤抖起来,我妈居然得了胃癌,还是晚期。 我的腿脚一阵发软,伸手扶住了旁边的窗户,如梗在喉,半嗓才缓下来对我爸问道,医生怎么说。 我爸搓着脸,双眼凹陷,满面愁容地盯着我妈看,回到,医生说很遗憾,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期,建议保守治疗。 我听后,非常难过,鼻子里陡然一酸,很想哭,却又不敢哭,怕吵醒我妈。 我问我爸,妈妈现在知道她的病情吗? 我爸点点头,她知道,我不想瞒着她,刚刚好不容易把她哄睡着呢。 我爸说着,就自责起来,都怪我,平时只顾着工作,忽略了你妈妈。 我轻轻拍了拍爸爸的肩膀,然后坐到我妈的床跟前,握住了她的手,心疼不已,眼泪一颗颗掉落下来。 我妈忽然转省,冲着我微微一笑,傻闺女,妈妈还没死呢,你哭啥呀? 我一头扑进妈妈的怀里,抱紧了她。 我妈看似坚强,她的眉心却越促越紧,像在沉思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听从了医生的安排,我妈开始化疗。 化疗期间,我妈反应很大,呕吐得厉害。 有一天,我妈精神不佳,突然对我爸说,老郑,你和女儿都要上班。 我这一生病,已经严重影响到你们正常工作了,家里也没人做饭,总不能天天吃外卖吧,要不咱家请一个保姆吧。 我爸稍作沉思,说道,保姆再好也始终是外人。 你放心,工作上的事,我会安排好的。 至于吃饭的问题,我慢慢学就是了。 我妈摇摇头说,老郑,你就听我的吧,老都老了,还学啥呀。 我赶紧接话道,妈,爸爸不会做饭,我会呀。 我每天可以给你煲汤喝。 我妈用手指点了点我的脑袋,一脸嫌弃道,得了吧,你每次进厨房就跟打仗一样。 何况你工作那么忙,哪有那么多时间。 你们就听我的,请一个住家保姆。 这样,既可以把家里收拾干净,你们还能有现成的饭吃,你们忙的时候,有保姆在,也不用担心我没人陪。 听到这里,我心里愧疚不已,我妈生病了,还在为我和我爸考虑,顿时觉得我和我爸在做家务这一块就是两个残废。 见我妈执意要找保姆,我和我爸也没拧巴下去,点头同意了。 我对我妈说,请保姆的事情就交给我,我去家政公司挑一个好点的。 我妈却白白手,对我笑,不用那么麻烦,我已经找好了,过两天就来了。 我和我爸都很惊讶,想不通,我妈每天都在医院,她哪有时间去找保姆。 我妈解释道,你们不用这么惊讶,我是托一个老朋友帮我找的,放心吧,这个保姆挺不错的。 我和我爸面面相去,不再说什么,没两天,保姆就来了。 那一天,正好是周末,我爸去医院陪我妈了,我在家给我妈煲汤。 门铃突然响了,我打开门一看,一个五十来岁。 衣着朴素的阿姨拖着一个行李箱站在门口,我对她上下打量,问道,阿姨,您是? 阿姨慈眉善目,对我和阿姨笑,姑娘你好,我是你妈妈请的保姆。 我听后,赶紧请她进屋,你好,我叫小曼,快进来吧。 阿姨把行李箱放到一边,自我介绍道,我叫王珍,您以后叫我珍姨即可。 我点点头,正想接话时,珍姨突然盯着墙上的一张老照片出了神。 这张老照片的橙色已经泛黄,它是三十年前,我爸和她的一帮老同事在工地现场的合影。 珍姨为何盯着这张照片看呢? 只见她倾挪脚步,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轻轻抚摸着那张照片,如是珍宝。 我心生疑惑,不禁问道,珍姨,你怎么了?这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这一向是没有听见我的话,我又叫了一声珍姨,她才回过神转头,正正地看着我。 我继续问道,珍姨,你刚才一直盯着这张照片看,难道你认识照片上的人? 珍姨目光闪烁不定,连连摇头说,不认识,就觉得这照片很有年代感,所以就被她吸引了。 珍姨如此说,我也没多想,将她领到一间客房,对她说,珍姨,以后你就住这间房吧,你先收拾着。 我厨房里还包着汤呢,珍姨应了一声好,我丢下她转身去了厨房。 我正在厨房手忙脚乱的时候,珍姨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抢过我手里的勺子,轻轻一笑道,你过去歇着吧,我来坐,一看你这个样子,就知道你不会做饭。 我尴尬地搓着手,一边看珍姨煲汤,一边跟她聊天,珍姨,你是哪里人啊? 你之前认识我妈妈,我妈是怎么找到你的? 珍姨手上顿了一顿,说,我就是一个乡下女人,这些年一直在省城当保姆。 我和你妈妈并不认识,她是通过我的一位救雇主找到我的。 珍姨说得很坦然,面上也看不出什么,对此我深信不疑。 汤包好后,我准备去医院时,珍姨突然叫住我说, 小曼,我跟你一起去医院吧,我刚来,总要见见你妈,毕竟是她雇我来的。 我爽快硬道,好啊。 开车去医院的路上,珍姨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上,一路上她也不说话, 我时不时扭头看她,总觉得她特别紧张。 到了医院,快到我妈的病房时,珍姨突然停下说她想去上厕所。 我一把拉住她,说病房里有厕所。 珍姨欲言又直,默默地跟着我去了我妈的病房。 我爸正在给我妈削水果吃,我大叫一声罢, 妈!然后把珍姨带到了他们的身边。 见到珍姨的那一刹那,我爸我妈各自一证, 半晌我妈才对着珍姨轻轻一笑, 阿珍,你来了。 珍姨微微点头,目光缓缓落在我爸的脸上, 眼底瞬间起了潮。 而我爸,此刻就像被人点了猛穴, 整个人一动不动,目光呆滞地盯着珍姨看, 手上削了一半的苹果直接滚在了地上。 空气突然凝固, 我被眼前这三人弄得有些莫名其妙, 忍不住问道,你们都怎么了? 是互相认识吗? 珍姨抢先硬道,不认识。 就是看见这位先生,突然想起我的一味就有来。 我若有所思地转头,对我爸问, 爸,那你是怎么回事? 苹果都掉地上了。 我爸回过神弯腰去捡地上的苹果, 目光躲闪道, 我没事呀,这不是被你吓的吗? 来医院也不提前说一声, 突然站在背后大叫, 年纪大了可不惊和。 我爸的理由让我哭笑不得, 看着这三人微妙的表情, 总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 从这一天起, 珍姨就在我家住了下来, 包揽了所有家务。 有时,我和我爸工作太忙, 珍姨就替我们去医院给我妈送饭和陪业。 日子一天天过去, 和珍姨长期相处下来, 觉得她是一个很温柔善良的阿姨, 做的饭菜也很好吃。 但不知为什么, 自从珍姨来后, 我爸晚上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不是在医院陪我妈, 就是在单位加班, 总感觉她在有意躲避珍姨。 而珍姨, 我好几个晚上起来上厕所时, 都看见她盯着客厅里的那张老照片发呆。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 我爸和珍姨之间有故事, 可两个人平日里生疏地 让我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直到入冬时节, 我妈病情加重, 奄奄一息时, 她才把一切真相告知于我。 那天很冷, 天空飘着小雪, 我妈病情不容乐观, 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我跟我爸还有珍姨 全都守在我妈面前, 生怕她有个万一。 我妈趁着自己清醒时, 对我爸和珍姨说道, 你们能不能先出去一下, 我想跟小曼单独说几句话。 我爸和珍姨双双点头, 默默地出去了。 两人走后, 我妈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小曼, 妈妈想告诉你一件事, 也想求你一件事。 看着病入膏肓的妈妈, 我心头难受, 回握住她的手, 轻轻点头, 妈妈你说, 我听着。 我妈紧盯着我, 说道, 我要告诉你的事, 珍姨其实并不是保姆, 她是你爸的初恋情人。 什么? 我大吃一惊, 看来我的第六感没错, 他们还真的有故事, 怪不得他们在医院初相逢时, 我爸会那么反常。 只听我妈徐徐道来, 三十年前, 你爸随工程队驻扎在一个小镇上修路剑桥, 在那里, 她认识了阿珍, 两人很快陷入了爱河。 只是好景不长, 不到两年, 你爸就随着大队伍回省城了。 你爸回城前, 要阿珍等她的好消息, 她一定会娶阿珍过门。 可是, 这件事情遭到了你爷爷奶奶的强烈反对, 最后, 你爸被迫娶了我。 因为这件事, 你爸愧对阿珍, 没脸去找他, 从此和阿珍断了联系。 听到这里, 我不禁皱紧了眉头, 对我妈问道, 这些都是我爸亲口跟你说的吗? 我妈点点头, 红着眼圈说道, 你爸从来没有忘记阿珍, 咱家客厅的那张老照片下, 还藏着另外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 就是年轻时候的阿珍, 你若不信, 你可以回家去看。 我暗暗一惊, 想起珍姨总是盯着那张照片看, 原来在看我爸, 他一定想不到, 那张照片下是他的旧影吧。 我沉思片刻, 对我妈问, 既然这么多年都没联系了, 那你又是怎么找到珍姨的呢? 我妈轻轻一叹, 回道, 说来也是缘分, 去年的一次聚会上, 我跟你爸单位上的一些老同事聊天时, 偶然间听到一位大姐在说阿珍。 我侧耳偷听, 得知阿珍为你爸投了河, 虽然被救了, 但是受了很大的刺激, 一生未嫁人。 这位大姐当年也在工程部, 跟阿珍交好, 至今都还在联系, 她的话可信。 我听后不禁有些同情起珍姨来, 一个女人为了一男人投河, 且一生不嫁, 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我爸竟然是负心汉, 想到这儿, 我又问我妈, 所以, 你是通过这位大姐联系上珍姨的。 我妈点点头, 没错, 是我主动联系她的。 我疑惑不解道, 可是, 你为什么要联系她呢? 我妈眼神悲悯, 苦涩一笑, 因为我快死了呀。 我想成全她们, 你爸还那么年轻, 总得找一个人陪她到老, 与其找别的, 还不如把她最爱的阿珍找回来。 我瞠目结舌, 心口堵得紧, 盯着我妈, 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我妈坦然一笑, 握紧我的手, 我说道, 这就是妈妈想求你的事情。 答应妈妈, 等我死后, 就让你爸和珍姨在一起吧。 他们错过了三十多年, 人到暮年, 能再重逢, 也是一件幸事。 我忍不住流下眼泪, 硬硬地哭了起来, 妈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爸爸心里一直爱着另外一个女人, 你就不难过不嫉妒吗? 你都成这样了, 还要为他们考虑, 还要成全他们,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伟大? 你不会死的, 你会好起来的。 我妈轻轻摇头, 抹去我脸上的泪水, 劝道, 小曼, 妈妈不行了, 我不难过, 也不嫉妒, 毕竟真正苦的人是阿珍, 我陪了你爸这么多年, 我知足了。 妈妈是真心成全他们的, 你要听妈妈的话, 阿珍是个好人, 她以后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的。 我只顾着哭, 没有作答。 我妈一声叹息, 让我去叫我爸和珍姨。 我妈拉着珍姨的手说, 阿珍, 记住我们的约定, 你答应过我的事情, 你要做到。 阿珍扭头看了看我爸, 红着眼睛对我妈点了点头, 你放心, 我不会忘记的。 我妈欣慰一笑, 看了看我爸, 又看了看我, 再也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 我妈走了, 闭眼的时候, 一手拉着我爸, 另一只手拉着珍姨, 她成全了这对当年被打散的鸳鸯。 我妈下葬后, 珍姨收拾行李要走, 我爸没有吭声。 我把那张老照片取下来, 将藏在最底下那张照片拿给她看。 珍姨看着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 一下湿了眼眶, 将目光投向我爸。 我爸抬起头, 望着珍姨, 终于开了口, 阿珍, 对不起, 当年是我背弃了你, 也是我害惨了你。 珍姨捂着嘴一直哭, 我将她扶住, 对她说, 珍姨, 留下来吧, 这是我妈的生前遗愿, 也是你和她的约定, 你答应过她的。 珍姨抽气着不作声, 屋里的气氛沉闷过头。 故事的结局就是, 珍姨原谅了我爸, 一起为我妈扫墓三年。 而今, 我妈的三年忌日已过, 珍姨就要嫁给我爸了, 看着我妈的墓碑, 我的心里又涌起一股悲凉和酸楚。 此时, 斜阳奚落, 墓园里一片幽静, 天空霍儿闪过一只飞鸟, 不留下一丝痕迹。 生命, 来来去去, 都逃不掉化尘归土的宿命。 爱, 究竟是什么? 是宽恕, 是成全, 也是释怀和放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浅谈人生》,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母亲葬礼结束后, 兄弟姐妹收拾东西要走。 大哥, 这钱怎么算的? 下一幕, 我傻眼了, 葬礼是给活着的人办的, 真正的孝心是放在日常。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 话确实是这么说的, 但现在放眼看看村里, 谁家的葬礼不办得特别热闹, 好像还有了攀比之心。 这样一来, 邻居们也都说谁谁家孩子孝顺, 谁谁家孩子有本事。 但谁孝顺谁不孝顺, 又有什么用? 当父母不在的时候, 家也就不在了, 那其他的也就没有必要了。 母亲葬礼结束后, 老家就不剩下什么了。 上进和几个弟弟妹妹 把家里所有能烧的东西都给烧了, 就留下两张床没有洞, 这老宅子也彻底没人了。 几个弟弟妹妹哭了又哭, 还跟上进说以后会常来看看她, 但在临走的时候, 上进喊住了所有人, 钱的事没有说清楚。 母亲葬礼这几天, 作为家里的长子, 上进一直在忙活着, 不是去联系其他的亲人, 就是去请师父来做饭 或是请一些懂葬礼的人过来主持大事。 老人不在了, 大哥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二弟上海和两个妹妹一直在忙其他的, 也都是花钱的地方。 本来他们几个人说好了, 母亲的葬礼, 亲戚们随的礼就先用掉, 剩下的费用几个人平摊。 然而令上进没有想到的是, 那些随礼的钱, 上海塞给了她, 而且关于葬礼上所有的开支, 没有一个人跟她提。 大哥猛了, 这不是说好的吗? 怎么现在没人提了? 原来这一切, 都是弟弟妹妹私下里商量好的, 没有告诉大哥。 他们知道, 这几年, 大哥一家人太不容易了。 而且心里愧疚, 就想着看看 能不能帮一下大哥, 让他少付出一点。 小的时候, 大哥作为家里的长子, 干活是最多的, 挨骂也是最多的, 但却是吃得最少的, 家里有什么吃的, 他都会先给弟弟妹妹吃。 那个时候, 家里种菜, 萝卜白菜啥的都有, 每天晚上, 几个孩子跟着父母下地收割青菜, 再装菜, 准备明天一大早拉出去卖。 每次弟弟妹妹干一会就睡着了, 上镜就把他们抱进菜地里, 那个临时搭建的草棚里, 然后又跟着父母去干活。 小小年纪, 干活很出力, 但手也冻得溃烂。 早上天不亮, 上镜跟着父亲去急镇上卖菜, 有的时候为了卖个好价钱, 他们会跑到更远的急镇上卖菜, 天黑的时候才回来。 他们一天的口粮, 就是从家里带的馒头。 不过有的时候, 父亲会给上镜买个烧饼吃, 算是奖励他的。 只不过上镜舍得不吃, 每次都会带回来, 给弟弟妹妹分着吃。 大概十几岁的时候, 上镜就跟着村里人出去打工了, 毕竟家里没几个人上学, 出去打工赚钱, 才是他们的主旋律。 孩子小, 第一次出远门, 临走的时候, 哭了好几次, 按母亲的话说就是, 一步三回头, 舍不得走, 也怕到了外面受苦。 那个时候, 村里都没有电话, 所以出门在外的上镜 到底是个啥情况, 没人知道。 只是邻村可能有个打工回来的, 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就过去打听上镜的消息, 知道他过得还行, 心里就踏实了一点。 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都是上镜安排老乡这么说的。 他不想让家里人担心, 那几年, 父母还是种菜, 卖菜, 但有一年出了意外, 到了年根, 天寒地冻的, 躺在被窝里, 就不想出去。 但是眼看就要过年了, 父亲就想着多卖点菜, 赚钱好过年。 有一次装完菜之后, 父亲自己去急镇上卖菜, 让媳妇在家照顾孩子。 后来村里人跑回家告诉母亲, 父亲掉进了冰窖里。 虽然人是捞上来了, 但也冻伤了腿, 不过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明显, 而且父亲比较倔强, 老实说自己没事, 还要干活, 但总是用不上进。 从此父亲也就干不了什么重活, 家里所有的压力, 就到了母亲身上。 在几年, 家里的弟弟妹妹陆陆续续都出去打工了, 老家就剩下父母了, 不过每年过年的时候, 家里总是热闹, 日子虽然清贫, 但比以前好很多了。 几年前, 父亲突发疾病, 没有来得及送进医院, 人就不行了, 那个时候上进的大儿子刚好在老家, 就通知了所有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办葬礼, 因为兜里没钱, 比较寒酸, 就简单地办了一下, 包括棺材用的 都是最差劲的那批。 不过母亲就说, 人终究是要死的, 都是一把黄土, 不要在乎那些有的没的, 事情办了就好。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 上进的大儿子结婚了, 这让母亲很开心, 脸上也终于看到了笑容。 上进就怕母亲想不开, 可能会拖累身体, 也刚好儿子到了结婚的年纪, 就想着拿喜事冲一冲, 让母亲高兴一点。 然而, 在后来的一年, 母亲开始身体不适, 经常拉肚子, 或是头疼, 或是发烧, 有的时候还会头晕。 其实自从父亲走后, 几个孩子都想把母亲接走, 可是他不肯, 总是留在家里。 大孙子在外买了房子, 也想把他接走, 结果奶奶就说, 生了虫孙子就去, 现在不生, 那就先不去。 没人劝得了他, 而且几个孩子也很忙, 没时间照顾他, 也就随了他的心。 可自从母亲觉得 身体不舒服之后, 上进心里不安, 就回家看看他, 送去医院检查一下。 医生说没啥问题, 可能就是年纪大了, 这种老年病是少不了的。 上进看母亲没事, 就拿了点药把他送回家。 往后的日子, 又是母亲一个人生活。 几个孩子都常打电话, 让他注意安全, 多多吃饭, 做事不要逞强。 母亲就说, 现在连去急镇上买菜 都是邻居帮忙捎带的, 他已经不再逞强了。 有天下雨, 母亲主着拐杖 从邻居家串门回来。 本来邻居要挽留他吃饭, 但是母亲不肯, 还说已经不下雨了, 可以自己回家。 结果人不小心摔倒了。 这一次摔得其实不严重, 但对于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说, 已经是致命的了。 这次直接摔得不能再下床, 上进看得心疼, 就辞职了, 在家照顾母亲。 几个弟弟妹妹也想尽这份孝心, 但是没办法。 上海在工地上, 这几年, 媳妇一直在闹离婚, 她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件事, 所以一直忍着不回来。 只要人不回来, 母亲就不会知道这些闹心的事情。 老三老四虽然都嫁得不远, 但赶上了。 老三的老公前两年修房子, 从房子上摔下来, 腿摔断了, 身边不能离开人, 她就在家伺候着老公。 而老四家里有两个孩子在上学, 她倒是可以偶尔回来一次, 但住不了几天, 又走了。 看来看去, 似乎也就大哥最为合适。 大哥也知道几个弟弟妹妹难, 也就不说什么, 自己就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照顾就是三年。 弟弟妹妹一直给家里打钱, 这也算是尽了孝心, 毕竟身不由己, 没有办法的事情, 只能拿点钱, 表示一下心意。 邻居们都说, 论孝顺, 还得是上进。 其他的几个弟弟妹妹, 都是想了这个大哥的福气。 这或许是说闲话, 也或许是感慨, 但每次上进听到这话的时候, 就没什么好说的, 有的时候实在是忍不住, 就告诉邻居们, 这话说说就行了, 别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说, 免得伤了感情。 母亲躺在家里, 作为子女, 谁不想回家尝看看, 但是没有办法, 彼此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实在是脱不开身。 只是偶尔老三和老四回来看看母亲, 然后再给母亲洗洗衣服, 说会话, 就又走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 大家以为明天会更好一点, 日子也会更好一点, 奈何, 母亲还是走了。 上进痛哭不止, 她甚至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母亲, 说自己没用。 几个弟弟妹妹都劝她想开点, 毕竟年纪大了, 能活到这个岁数也不容易, 就算再继续下去又如何, 一样地遭罪。 话是这样说, 但内心万分悲痛。 母亲葬礼的那几天, 大哥作为家里的长子, 一直忙前忙后张罗着,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所有的开支都是弟弟妹妹在出。 他们说好的, 所有的支出到最后平均。 然而一直到葬礼结束, 兄弟姐妹都要走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提前的事, 还把随理的钱都给了大哥。 这让他很迷糊。 上进问大家, 这钱怎么算的? 你们要干什么? 原来是几个弟弟妹妹商量好的。 这些年, 就大哥一个人在家照顾母亲, 这些年没有再出去过, 少赚了不少钱, 他们也觉得愧对母亲和大哥, 所以就想着, 最近所有的开支, 不让大哥出一份钱。 可是大哥不同意, 他觉得照顾父母都是应该的, 而且作为大哥更应该付出多一点, 这没什么。 然而看弟弟妹妹如此不动摇, 大哥也没有说什么, 但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常回家看看。 很多人说, 父母在家就在, 兄弟姐妹也会常来往, 可当父母不在的时候, 总是感觉一棵大树没了根, 那枝叶再茂盛, 也会飞向不同的方向。 大哥提出要求, 让弟弟妹妹常回来看看, 这个家, 毕竟还有人在。 但其实, 自从父母去世后, 这个老家也没人了, 上进也出去打工了, 毕竟还要为了生活奔波, 只有过年的时候, 他们才汇聚一聚,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去给父母上坟。 上海终究是离婚了, 不过儿子跟了自己, 于是压力也就更大了, 他的财产被媳妇分走了一半, 而且最近工地上活不是很多, 他也开始焦虑了, 儿子目前正是花钱的时候。 老三和老四已经开始照顾孙子或是孙女了, 一天到晚的忙活, 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再回头看看那个老家, 如今也是野草丛生, 没有一点生机, 毕竟房子没人住, 就没了人气, 所以也就多了杂草和昆虫了。 有一年夏天, 老四去赶集, 遇到了娘家人, 那娘家人说他们的老房子塌了, 院子里都是杂草, 有时间记得回家看看。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 却让老四心里难受, 于是就回了一趟家, 这一次回家, 却是哭着走出来的。 父母在世的时候, 不管是谁回家, 父母都会出来迎接, 还会做好吃的。 如今, 他连门都进不去了, 就只能在门口蹲着哭了起来。 后来, 找了邻居要了钥匙, 进了家门, 看到的都是野草丛生, 满目苍凉。 老四忍不住了, 他给大哥打电话, 哭了好久。 上进说, 等忙完这段时间, 一定回家看看, 可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呢? 当初上进还说, 兄弟姐妹之间要常来往, 可如今, 大家都是为生命忙碌, 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